大家好,我是安东尼 好,这一集呢我们来聊一下关于时装 尤其是蛮多新手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关于时装的部分 要怎么样去抽取,还有建议第一套要准备怎样的时装 关于PVP的,还有就是PVE的 好,首先呢,我毕竟曾经也是新手过来人 好,所以呢,新手们有多的钻石一定要好好的收集起来 不要乱乱用哦 因为呢,钻石是非常的珍贵啊 尤其是我们来看一下时装 好,目前的更新呢,已经有10号,1到10号的时装 好,关于新手部分呢 第一套的时装呢,我建议抽这个2号的 好,为什么要抽2号的呢 因为有这个摇滚51号的 我们看一下摇滚51号 好,51号 好,为什么刚开始新手呢,建议抽第一套的服装就是51号 因为呢,摇滚 因为呢,首先呢,新手要知道的就是尽量的准备一套 for PVP的 目前呢,新手最初学者呢,一定要拥有一套摇滚的 因为呢,尤其是背部 每个部分呢,有三个部分 有减少这个冷却时间一秒 好,背部有减少一秒 还有就是头部也是减少一秒 还有就是冷却时间减少一秒 还有就是冷却时间减少一秒 所以呢,三个部位加上呢 这个对战 最佳伤害15% 好,武器就没有办法减少 好,为什么呢,要准备这一套的这个摇滚呢 因为目前呢,觉醒过后 觉醒过后呢,这个技能啊 就变成有4牌了 因为呢,4牌的话 所以呢,摇滚的这个服装呢,对这个 多了一个技能的效果呢,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建议新手一定要准备一套摇滚的先 好,再讲回这个时装 好,抽时装的部分呢,一定要十连抽 当十连抽的话呢,他就会 赠送一个指定的这个服装 好,所以呢,当十连抽的时候呢 如果你幸运好的话,十连抽 你就可以抽到一套的这个摇滚 当然如果抽不起的话,你也可以二十连抽 但是至少呢,二十连抽就有两个这个指定的 相信呢,要抽一套不是很大的问题 加上呢,配合现在目前三周年的活动 有这个优惠50% 好,所以呢,有多的钻石一定要趁现在活动期间赶快抽 因为以我的印象当中呢,每周年呢,才有这个50%的优惠 对于新手来的话呢,所以先告诉你们,提醒一下你们 有多的钻石,尽量抓紧这次活动的这个区间 好好把握,抽时装 好,还有呢,新手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灿烂 好,当你有多的这个,像我这个服装 好,我会准备一套,像我的第一个页面就是 for这个PVP的,按错了 PVP的 第三个页面呢,就是专门打PVE的 所以呢,这个,现在目前呢,我已经有一套的灿烂了 好,这个灿烂呢,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获得 因为要合成 真的,玩了这么一年多才有几率 合成到这个灿烂 所以呢,所以各位新手们也不要气馁 所以,当你有多的石装的话,一定要收集更多的S++ 好,S++的话呢,就要靠几率合成了 所以呢,多的钻石一定要保留来抽石装 因为呢,永远都是不够用的 好,第二个呢,抽石装是为了什么呢? 那就是为了,这个,看这里 角色 好,就是为了收集BUFF 好,近期更新过后呢,很多的这个新的BUFF 都是要克金 才可以购买一些比较新的石装 但是呢,但是呢,这些比较新的这个石装 还是可以几率合成得到的 所以呢,要怎么样合成呢? 我建议呢,推荐各位如果有多的S++的话呢 拿来合成 因为呢,合成的几率真的蛮高的 所以呢,我合成的有几个角色 都可以合成到最新的石装 只要呢,保留S++的两个来合成 好,所以呢,还有收集BUFF的 就是当1号到10号 每一个呢,都要去抽取 尤其是S++的BUFF 所以累积起来的这些BUFF也是蛮多的 也可以增加蛮多的战力 所以目前呢,我每一个角色都已经 抽完了S++的这个BUFF 好,至于呢,S++的话呢,还有一点时间 当有多的鑽石呢,我就会这么做 还是会抽取的 好,所以呢,新手们一定要切记 每一个呢,这些 1号到10号 都要抽取,尤其是S++的BUFF 所以呢,都是要 所以呢,各位都看到 鑽石真的是很稀缺 所以呢,真的不可以乱乱用啊 鑽石 尽量不要花在抽这些装备 因为装备呢,还可以合成 但是,石装呢,没有办法 只透过 鑽石呢,只能透过鑽石的管道来抽取而已 但是,装备的话呢 目前呢,还有蛮多管道可以获得 所以呢,鑽石的稀缺性 所以,各位新手们一定要 只是抽10装 当有一套墙的 所以,各位新手们 一定要拥有一套摇滚的 然后突破满 这样呢,你们就可以 有机会呢 多打个人战 个人战呢,才可以排名上 突破排名 这样呢,就可以赚取更多的鑽石 然后,当你的排名越高 你赚取的这个鑽石 就会越多 目前呢,我7个角色 都有,已经有大师的这个等级 所以呢,只要你大师每一周的话 至少呢,至少呢 都有2000的鑽石 当然,不只是个人战 还有呢,就是团战 好,团战的话 大师也是2000 所以,至少一个角色 就已经有4000的鑽石了 所以,每一周呢 至少2-3万的鑽石 所以,为什么呢 建议各位新手们 一定要准备一套 摇滚的这个鑽石 再来呢,投资了这个 摇滚的鑽石 再来呢,才可以 赚取更多的蓝鑽 好,目前呢 大概就是 要叮咛的就是 这些吧 好,再来呢 就是,当有多的鑽石的话呢 就呢 就呢 就 抽 再重复抽 这一些1-10号的 因为呢 我们还有一些 这些 X加的 这些BUFF 也是可以透过这个 嗯 实装 抽到 也是有几率抽到 当然啦 也可以透过合成 A加的 来合成 也有几率出这个 X加 或者是X加加的 这个 或者是X的这个实装 这样的收集起来 BUFF 就会 施放功倍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订阅和按赞哦 谢谢